我們現在正在完全分析 我們的能量供應 從俄羅斯的營油 向其他信任的供應者 歐盟分手俄羅斯能源 積極尋找新歡 而范德萊恩口中 值得信賴的供應商 正是非洲 阿菲克是非常榮幸 有大量的自然的營油資源 如果要畫一張世界能源寶藏圖 非洲應該會讓人眼花撩亂 這塊大陸除了鑽石、黃金以外 從最北邊的阿爾及利亞、利比亞 到中南部的喀麥隆、安格拉 都蘊藏大量天然氣跟石油 根據2019年的探勘資料 非洲以探明道的石油除量 佔全世界的7.2% 更別提太陽能、風能等氣候優勢 我認為我們最大的挑戰 是我們能夠在土地上 遇到那些需求 過去幾年 非洲因為缺少資金 基礎設施差 開發條件不佳 彷彿能源邊緣人被世人遺忘 如今俄羅斯炮口對準烏克蘭 全球能源供應拉緊報 非洲瞬間成為美光燈焦點 世界各國紛紛捧著合約和金錢 來敲門 我們有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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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有天然的力 我們有天然的力 所以我們是三個資源 我們有天然的資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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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月中 歐盟正式跟埃及簽下 天然氣出口協議 為了拉攏埃及 歐盟還加碼、糧食、基礎建設等 數十億歐元的補足資金 另一頭 義大利也馬不停蹄 交北非與中非多個國家合作 連管線都拉好了 就是要讓能源進口多元化 避免重蹈覆轍 這是歐洲的項目的項目 需要我們整個政府的努力 去減少我們的能力 從只有一個國家 除了歐洲 停電問題嚴重的黎巴嫩 也跟埃及簽訂協議 每年輸入6.5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 相當於每天為當地電網 增加四小時電力 全球聚焦非中能源 也引發部分專家擔憂 如果過度開採 當地環境將付出慘痛代價 帶新聞六爵魚編譯 Taliban 選擇 主席